按照亚斯兰特大陆的规矩,谈判桌上解决不了的问题,通常都是打一架解决。 一族联盟希望用武力迫使三国屈服,三国也想通过军事手段抗争,为自己争取权益。 不欢而散的初次接触,将中大陆的局势推向了高潮,战争变得越发激烈了起来。 国际局势的变迁,尚未波及到阿尔法王国。 不是王国高层不知道中大陆局势正在恶化,而是真心鞭长莫及。 作为军方统帅,哈德逊自然收到了中大陆局势恶化的消息。 不知道是哪儿来的自信,凯撒四世还来信催促他快点解决兽人帝国。 局势一片大好,那只是表面现象。 真要带着大军和兽人帝国决战,哈德逊可不认为王国能赢。 现在的利好不断,那是因为他将兽人拖入了消耗战制中。 凭借文明层次更高的优势,欺负兽人帝国。 一旦兽人醒悟过来,忍痛放弃大片土地,直接放弃和他们对峙,情况立即就会发生变化。 即便是暂时击败兽人也没用,哪怕有人族联盟做后盾,王国的综合国力也不足以支撑劳师远征。 元帅,敌人的大军动了。 根据侦察的情报,附近的兽人大军全部被调动起来,正在向我们这边赶来。 战机出现了,只要我们在这里拖上几天,就可以让守军杀出。 不等凯恩把话说完,哈德逊就打断道,没必要,大决战的时机还不成熟。 王国需要的不光是一场胜利,而是一场自身没有太大损失的胜利。 同兽人拼个两败俱伤,我们拿什么应对后面的国际局势。 传令下去,不要理会敌人的兵力调动,让个部队伺机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直接突破归国。 大家都能够看出来的战机,那就不是战机。 虽然不知道兽人的脑子是咋想的,居然傻乎乎地调动步兵围猎骑兵,但不理会肯定不会有错。 远征军团能够深入敌后一次,就可以再来第二次。 茫茫大草原,兽人就算是有准备,也防不住。 或许大部落能够给远征军带来一点小麻烦,但兽人大草原上的主流还是中小部落。 几千人的小部落,就算是主力都在家中,也挡不住远征军的脚步。 不能解决后方的安全问题,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兽人帝国只会越发被动。 是,元帅。兽人大军营地,接到前线战报的五大皇者,脸色阴沉的可怕。 为了完善后续作战计划,包括五大皇者在内的众兽人高层,昨晚可是一宿都没有睡。 然而,优敌计划才刚开始实施,敌人居然就溜了。 蠢货!简直蠢得不可救药。 汇聚了三个步兵军团和两个骑兵军团,居然没有拖住敌人一天时间,帝国的局势就是被下面那帮废物搞烂的。 爆脾气的雄人皇当即开骂道。 优敌计划失败,意味着他们丧失了在短时间之内击败阿尔法王国主力的可能。 敌军龟缩在城池中不出来,除了强攻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办法。 远征军可以跑到兽人帝国六湾,不等于兽人大军也能够渗入阿尔法王国。 搞破坏说起来轻松,落实起来难。 沿途都是密密麻麻的堡垒,就算是派兵过去,也只赶在附近活动,深入就是在给敌人贡献战绩。 风险高是其次,关键是深入敌后也没用。 前线这几百里的地界,敌人都已经兼臂青野,啥也抢不到。 够了,雄黄。 发生这种事情,谁都不愿意看到。 前线的官兵们也尽力了,怎奈敌人根本就不和他们纠缠。 多半是我们的计划,又被哈德逊给识破了,根本就不给我们施展的机会。 现在这么结束也好,真要是在此刻进行决战,我们也吃不下敌军。 等丹尼尔带着大军过来和我们会合后,在伺机和敌人决战,起码能够再增加几成胜算。 银月狼黄没好气地说道,很明显,雄人黄刚才的话刺激到了他。 说者或许无心,但听者确实有意。 雄人黄责怪手下人废物,在银月狼黄看来,就是在指桑骂槐。 仗打成现在这种烂样子,作为大军主帅丹尼尔肯定要负首要责任。 儿子表现不佳,他这个当老子的脸上也无光。 能够强势地兑回去,那也是队友衬托出来的。 丹尼尔的表现差强人意,其他兽人的表现更差。 换个将领去指挥,搞不好汇聚起来的二十万大军,现在已经全军覆灭。 上古遗族联盟的惨剧已经证明了,哈德逊指挥下的远征军团有倚若胜强的能力。 哼,狼黄,你没有开玩笑吧? 本来前线就物资匮乏,若是丹尼尔再带着十几万大军过来会合,后勤拿什么保障。 到时候恐怕不需要敌人进攻,光大军的后勤就能够把帝国拖垮。 你们一个个瞻前顾后,不敢说出真相,那就由我来说。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两条路,要么一路强攻过去,强行撕破敌人的层层防线, 要么放弃大片土地,直接撤军回去休养生息。 说话间,雄人黄一巴掌拍碎了身前的桌子,飞剑的木屑吓了众兽人一跳,场面可比仙桌子刺激多了。 盖子被揭开了,众将领都陷入了惶恐中,纷纷将目光投向五位皇者。 现在这种场面只有他们有资格参与,其他人开口,都有可能引火烧身。 看着一脸无所谓的雄人黄,四大皇者的脸色也非常难看。 这么不给面子的本质,还是各族实力发生了变化。 五大皇族都被逼进入穷乡僻壤狗过一段时间, 在物资严重匮乏的时代,骑兵的损失肯定比步兵大。 青黄不接的时候,为了延续种族传承,养不起那么多战兽的兽人黄族, 也被迫削减了骑兵编制。 确切地说,他们只是削减了部队发号, 具体的裁军工作是人族联军帮他们完成的。 受物资匮乏的影响,各族不得不削减饲养的战兽数量。 银月狼族和诗人族损失最大, 不光淘汰了老弱,还一度暂停了战狼、战施的繁衍。 这些举动,直接决定了后续的数年内, 他们的军事实力大受影响。 受损相对较小的雄人黄族, 军事实力渐渐盖过了诗人族, 一跃成为了兽人帝国的第一强族。 谁强谁就更有话语权, 固有的政治规则,从来都是约束弱者的。 带着大军重新踏入王国的土地, 哈德逊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别看在部将面前, 他一直都触遍不惊, 内心承受的压力却丝毫不小。 终归是在敌后搞事情, 发生任何意外都是有可能的。 要是不小心和敌军主力撞在一起, 非得损失惨重不可。 看了一眼迎接的众将领, 哈德逊淡定地挥手说道, 将士们老师远征归来需要休息, 庆功宴延后举行吧。 把准备好的酒肉分发到各部队, 务必保证每一名远征军士兵都获得充足的营养补充。 遇次大战之后, 必有庆功宴, 不是单纯跨工游戏。 酒肉广告, 本质上还是为了给士兵们补充营养。 远征军团在草原上大杀四方, 固然不缺食物补充, 但终归是战场上, 生活节奏还是被打乱了。 因为战争需要, 寄一顿, 饱一顿, 都是常态。 很多时候想要喝一口热汤, 都是奢望。 一路风餐露宿下来, 许多士兵都掉了标。 哈德逊急着带部队回来修整, 也是担心士兵们的身体撑不住。 要是因为使用过度, 玩飞了这只王国精锐, 他可没办法和各方交代。 是, 元帅。 回话的时候, 中将领明显移了一下, 不过哈德逊的威望, 还是让他们把到嘴边的话验了回去。 延期举行庆功验, 又不是取消举行, 犯不着为这点小事和主帅闹别扭。 军官们没意见, 下面的士兵就更不可能有意见了。 准备好的酒肉都分发了下来, 延期举行庆功宴, 那就意味着后面还会有一次, 妥妥的双倍快乐。 唯一需要头疼的, 大概只有后勤部门。 不过这也是小问题, 远征军团深入敌后闹腾小两月, 可省下了不少粮草物资。 安定下来后, 远征军团的损失也统计了出来。 一路大杀四方的代价就是, 四千官兵永远留在了大草原上, 两千官兵被迫退役回乡。 伤残可以治愈, 但消耗的生命力却难以补充。 因为战争需要的缘故, 很多士兵都接受过多次神术治疗, 生命力已经趋于枯竭。 继续留在战场上, 随时都有可能一命呜呼。 回到家乡荣养, 还可以再活上几年。 要是保养得好, 没准还能够赶上平均寿命。 哈德逊不是绝情之人, 做不到漠视生命。 亡国的局势还没有恶化到 必须拼命的地步, 犯不着将这些功臣送上绝路。 和赛替我去军中走一趟, 劝退这些不适合 继续留在战场上的官兵。 算了, 还是我亲自过去说好了。 你负责起草文书, 向国内阐述详细情况, 要各地妥善安置这些退役官兵。 另外, 远征军在大草原上的战绩, 相关的战争经过, 你也统计汇总一下, 润色整理完成之后, 以并上报给王国。 哈德逊颇为伤感地说道, 他可以带着远征军团 大杀四方, 却无法改变战争的残酷本质。 在冰冷的伤亡数字面前, 胜利的喜悦直接消失得无影无踪。 鲁特西亚王公, 看着从各地汇总过来的资料, 查理三是头疼地揉了揉额头。 一不留神的功夫, 中大陆的局势就濒临崩溃。 要是再不采取措施, 补救的话, 大陆局势很有可能被玩崩。 该死的教廷, 他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居然能够让矮人王国奋兵, 难道他们想要葬送我人族的霸业吗? 外务部派人问问庇护欺世那蠢货, 老子想知道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喋喋不休的木骂, 暴露了查理三是内心的愤怒。 什么寒阳理性, 那都是外界假象出来的。 真要是遇到了大事, 掌权者们一样会愤怒。 能够及时将怒气宣泄出来还好, 要是一直憋在心里, 早晚都会憋出毛病来。 国王的气话, 众人直接当作没听见。 反正骂的是教廷, 大家也没心思替敌人辩解, 何况教廷一点也不冤枉。 精灵大军大杀四方, 在大家的预料之中, 矮人王国在教廷和鲁塞尼亚王国的联合围攻下, 还有余力从背后捅中大陆各国的刀子, 完全超乎了众人的想象。 鲁塞尼亚王国没落, 内部矛盾积累了一大堆, 表现不佳可以理解。 实力雄厚的教廷也表现拉垮, 那就过分了。 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 肯定是教廷在战争中滑水, 妄图利用矮人王国消耗鲁塞尼亚王国的军事实力。 玩阴谋诡计无所谓, 反正各国都在互相算计, 可因为教廷的算计, 导致中大陆局势崩溃, 那就无法容忍了。 事实上, 查理三世也就嘴上骂骂, 对教廷这个大块头, 法兰克王国也是无能为力。 追究责任是不存在的, 就算是人族联盟议会能够通过, 现在也没有能力向教廷发起清算。 陛下, 中大陆的局势已经恶化, 后续局势发展很有可能超出我们的控制。 最理想的状态是 中大陆各国和一族死磕到底, 一直拖到大陆联军抵达, 扭转目前的被动局势。 不过, 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不高, 要是局势持续恶化, 中大陆三大王国很有可能选择向一族联盟妥协。 外务大臣赫苏斯侯爵神色凝重地分析道, 在全面被动的情况下和敌人妥协, 可不是单纯地停止战争, 必定还有一系列的附加条件。 人族没有了中大陆三国, 大陆战争的未来走向, 也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人类大半的力量在南大陆不假, 可这股力量却不是那么好驾驭。 怎么处理教廷、 法兰克王国、 伊利比亚王国三巨头之间的关系, 就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除此之外, 已经没落的奥普鲁斯王国、 阿瓦拉特王国、 鲁塞尼亚王国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陛下, 现在的局势未必是最糟糕的。 其实相比我们, 教廷现在应该更头疼才对。 因为他们自己的放任, 针对矮人王国的封锁网, 现在已经土崩瓦解, 后续的战争有他们头疼的。 估摸着中大陆各国的贵族, 现在都恨死他们了, 战后教廷在大陆的影响力, 势必会遭到重击。 令利教廷的条件, 现在已经全部成熟了。 只待大陆战争结束, 我们就可以展开行动。 除了这些好处之外, 王国在这次战争中, 还进一步奠定了对各国的优势。 未来的大陆局势, 很有可能在我们的主导下, 出现一超多强的格局。 至于一族联盟, 其实没必要看得太重。 现在的辉煌只是昙花一现, 现在的精灵族本就不适合战争, 这场大陆战争已经是他们最后的战防。 眼下的胜利, 看似改变了一族联盟的尴尬处境, 实际上来得太过脆弱了。 公平是一个大问题, 一族联盟能够逆风翻盘, 本质上还是精灵族的付出。 可这些付出不可能是无限的, 早晚都需要获得回报。 设计到了利益, 必然产生纠纷。 吃亏和占便宜, 本身就难以界定。 无论怎么分配战后利益, 都会有种族不满意。 稍微挑拨一下, 一族联盟的内部矛盾就会激化。 某种意义上来说, 停战之后的一族联盟, 比现在更好对付。 宰相伯格森公爵的话, 让气氛轻松了下来。 看似局势恶化得厉害, 但先天不足的一族联盟, 对法兰克王国的威胁却非常有限。 精灵族可以帮一族联盟扭转局势, 但不等于他们愿意为各族的扩张继续出力。